夏意 宋代苏顺清 别愿深深夏席清 石榴开遍 透联明 树英满地日当午 梦觉留音十一声 庆历四年后 苏顺清被隔出官职 成为一介草民 于是他在苏州修建了苍浪亭 从此不再为官 夏意正是他在苏州隐居时写下的 小院幽深寂静 我躺在竹席上 浑身清凉 窗外的石榴花盛开 透过锤挂的竹帘 映红了虚塘 浓密的树英隔断了暑气 正是中午时分 我一觉醒来耳边 传来黄音 断续的提名 苏顺清修的苍浪亭 本来是一个官员的旧旨 后来被苏顺清用四万万钱买了下来 欧阳修也应邀写了一首长诗 苍浪亭 诗中写道 清风明月本无价 可惜只卖四万钱 清代学者梁章俊也写了一句对联 叫清风明月本无价 近水远山皆有情 下意 宋代苏顺清 别怨深深 下席清 石榴开遍 透联名 树英满地 日当午 梦觉流音 十亿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感谢观看